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行航程要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座港口城市 当年来自各地的移民 为了更好的生活 到此落地生根 两个多世纪以后 他们的后代 也为了同样的理由 远赴他乡 追求梦想 有些人来到了新加坡 新加坡劳民大街的这排旧店屋 经过岁月洗礼 外貌已显露残旧老太 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 资历与老店屋一样 年过半百的新加坡 宾城中林校友会会所 也在这里 中林校友会会长范文斌 今天召开理事会 也召集校友们一同聚餐 老中青三代 共享宾城家乡味 联络感情 教会在1965年成立 跟新加坡独立的同一年 所以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 教会是一个给校友们 能够见面 欢聚的地方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给他们见面 这种平台也是非常难得 因为我们可以真正一起 在这边集合有一些活动 过年就要 跟校友们聚在一起 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一个活动 非常感慨 其实好不容易 就三代人都聚在一起 而且就跨了几十年 这关系是不容易 校友会能够维系 超过半个世纪确实不易 他也见证了这群 拥有相同身份的三代人 在不同年代 从槟城来到我国 追逐不同的梦想 60岁的洛锦帝 就在新加坡 开创了自己灿烂的人生 我是洛锦帝来自槟城中林中学 1980年来新加坡 然后到现在 我是中林校友会的名义会长 38年来 他游走于新加坡和槟城两地 不仅体验满满 也达成了目标 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若不是中林中学 他的人生不会那么精彩丰盛 宾城中林国民型华文中学 简称中林华中 是马来西亚宾城州的一所 国民型华文中学 中林中学创建于1917年 是本地数一数二的百年学府 每当我走进去这个校园的时候 我就有这种恭敬的心 我今天能够成为我 顺顺利利的生活 成家立业 他的发言地就是这间学府 洛锦帝从中学开始 在这所学校念书 一直到高中毕业 这个学校它教我读 教我写 教我表达 还有教我思考 中林百年树人的春风雨露 赶放了不同时代 艰辛万万的学者 我们都是这个学校的product人 中林中学一向有一个宏愿 就是要把中林中学成为世界 著名的学府 所以我们一向来都有一个口号 就是要把中林带出世界 也要把世界带入中林 所以我们邀请我们的一些姐妹 或者友好学校过来中林中学 我们一些承办的 或者曾经承办的一些活动 让我们这个全体师生 有机会记住到他们 中林学生是许多国界著名高等学府 竞相招收的对象 因此人才也普遍地往外发展 因为我觉得说教育 其实是一个素人利得的事业 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吝啬 或者自私 就是学生如果有这样好的平台 有这样好的机会 叫我们来鼓励这些学生 都出去外面发展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中林这样子的政策 好像是很规本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有舍才会有德 落井地完成了中林中学教育后 获得了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 来到这里求学 当我们下去面试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跟着我下去 他们看到新加坡政府的用心 他们的关心 对我们这些还没有入籍的 马来亚学生的那种照顾 他们说新加坡是你可以开始新生活的地方 他与新加坡的情缘起步于38年前 一路走来 人生重点与心态都改变了 我一直在警惕自己 生命不只是要拿来争取财富 还要争取新的价值 这天的中林校友聚会来了20多个人 出席者不全都是来自槟城 还有一位是新加坡校友 我的名字是王毅成 我是新加坡人 今年80岁 我在中林中学求学 在1957年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 从槟城中林中学打架给我 他鼓励我到中林中学去求学 他给我很大鼓励这间中林中学的校风 这些跟人家不同 因为好朋友的鼓励 所以我就确定转校到中林中学去读 当初我父母亲是不答答应 那么有一位中林中学的老师 那么他就去跟我父亲讨论 那么他就鼓励我父亲让我走 这是新加坡中林校委会 第一届创会的会长 创会的时候我们是经过一些 不大容易的这个事项 1962年1963年 新加坡政府刚巧限制所有校委会的活动 而且我们却要在那个时候创会 那么幸亏呢 我们有好多校委都在政府不能输 特别是我们的女警察协委 他是当初的文化部次长 所以我是他继承组织 所以在经过他 我们的他是去观授 那么就好不容易 所以我们把这个教会组织起来 一路走来不易 大家更加坚持要团结一致 三十岁的吴南才就懂得珍惜 所以加入理事会成为最年轻的理事 南才目前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 将近七年来 他都义不容辞地为校友们服务 母校其实也栽培了我 饮水吃源的这种心态 那当年我在母校念书的时候呢 其实在校园内严所见处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某某校友或是学长 回来回馈捐献所盖的某个建筑物 或是校园的角落 那这当年在我们学生的心里面 就会种下一颗种子 那让我们知道说 长大以后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也要回来回馈给母校 餐长 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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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他还帮你看什么 是啊 怎么会回来 然后当我放假 这些学生呢 让他们出去外面发展 他们就时常都怀着一个感恩之心 所以这些人才呢 其实呢 大部分呢 都有机会回来母校服务的 他们有好像放假啦 他们都会回来学校问问学校 需要他们的帮忙嘛 他们事业有成了之后呢 他们也不会很吝啬 他们都会在出钱 或者出力方面都很舍得 那这几年来 在新加坡一直接待不同的老师跟学弟们的时候 他们对新加坡充满了向往跟憧憬 这个让我看到了好多年前的自己 也是曾经如此的 今天刚好回来母校走走 然后也知道这个母校的合唱团 他们在准备要过去新加坡比赛 其实去年他们已经去过一次 也是我接待他们 然后今年是第二次 我回来母校也知道他们做最后的冲刺 特地过来给他们打一打 你们是拜四走吗 拜二拜三晚 我校会陪着你们 然后有一天 希望说他们这次比赛呢 有比往年更大的信心 然后今年可以让钟灵 走到国际上 然后去搭放异彩这样 我们去新加坡比赛 我们看到那边的合唱团 就是真的是很好 然后我们就会鞭策自己 更努力去学习技巧 然后我们相信我们 其实有一天也会像 新加坡的学校的合唱团一样好 钟灵合唱团果然不负众望 在比赛中获得了金奖荣誉 大学毕业后 洛景帝在政府部门服务了八年 毅然出来创业 从事高科技玻璃制造工业 天使地利的条件 加上他努力苦干的拼价 终于闯出一番事业 在新加坡38 让我感觉到 这个是每个人 最终追求的完美的净土 新加坡是一个 你可以很有尊严 靠自己的能力 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当一切都顺利步入轨道 他萌生了一个念头 那时候即使是学友所成 事业也安定 然后家庭也安定下来 我应该回学校 做出一点贡献 今年我们有幸福的洛景帝同学 把本校的第五电脑室 电脑化改为平台 使本校成为全马地所拥有 IBM电脑的感受 洛景帝为了感谢一群退休老师 举办了别开生命的 新春谢师感恩庆典 并分派红包给40多位老师 报答他们多年来的教会 我看到老师们的感动 我就觉得 我很差劲 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做得那么少 做得那么迟 不过我安慰我自己 好过没有做 落井帝时常警惕自己 要为社会贡献 除了母校钟灵 坐落在槟城西南端山区的 新民学校 也引起了落井帝的注意 这是一所微型华文小学 学生总数不足30个 其中马来学生占了半数 新民学校的学生的生活很纯朴 单纯 整个双西冰囊就是他的世界 很多都是爷爷奶奶养 爸爸妈妈在外工作 他们的家庭环境都是很有压力的 许多家庭 他们的生计就是 家里种了一些菜 拿去市场卖 或者是老婆婆 为了养这个孙子 就做一点糕点 拿去市场卖 所以我就就地取财 跟校长讲 老婆婆如果卖糕 我们一个星期就给她三两天 她做的糕拿来学校 我们跟她买 我还有能力为他们改善 所以我就开始行动 给他们早餐 给他们去参加许多活动 给他们去接触 更多教育方面的项目 我希望我能够给孩子 最好的教育 孩子们也在学校的关爱 呵护下茁壮成长 看到学校师长们 用爱心去教育和灌溉 新民微小的学生 洛琴碧感到无比欣慰 我觉得我又做了一件很对的事 我的生命又赚到一个新的财富 这群校友们除了有着中灵校友的共同身份之外 他们也有另外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大家都信守 并且实践互爱互助的中灵精神 实践还是互相帮助 就是根据母校的十大信条 来做应该做正确的事情 然后能互相帮助 把这个社会做得更好 在我们中灵的同学互相帮助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感觉到这种中灵精神 这些社会有很多的热心校友 他们在捐助 因为他们捐助 所以我们有一笔钱来帮助清寒子弟 我叫李明智 今年是23岁 我是从槟城的中灵中学毕业 然后来到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 就读中文系 我在2015年以及2016年 连续两年得到这个 新加坡中灵校友会的 这个奖助学金的帮助 也是他们助学金的受贿者 我的父亲本身是一位小贩 所以这个收入方面也不是很多 所以校友会的这个1000块的 这种资助呢 其实对我来说是 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帮忙 因为这1000块可以拿来付 这个几个月的房租 我之所以会选择来新加坡 就是读书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新加坡这里的经济 也比马来西亚比较发达 而且可以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 还有未来发展的这种机会 我在新加坡就读的这段时间呢 也曾经担任过 新加坡中灵同学会的 这个主席 毕竟中灵中学本身 对我的这个栽培 还有对我的这个经济上的资助 每一年我们都会筹办这个 青春回乡的这个巴士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主要就是为在新加坡工作 或者是在新加坡读书的这些中灵生 乃至于槟城人 一定是中灵生 为他们提供这个巴士的服务 并且以一个比较低廉的一个价格 去收买这个巴士票呢 希望来用这个方法呢 去帮助他们 可以平平安安 而且又非常轻松的 回到槟城去与家人过年 是农业今年的初三 初三十八号 那今天就要回新加坡了 希望明年还可以 有长一点的时间 跟家人一起相聚 对李明志而言 新加坡的生活 就是为未来做准备 人生的下一个高峰 在这里蓄势待发 校友会对这些校友来说 意义非比寻常 即便在新加坡 大家依然感受到 在异地有亲人照应的归属感 就像我其他朋友都会很羡慕我 他们都说 我们以前学校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学校就到处都有校友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们希望这批年轻的校友 能够 以后能够加入校友会 把这个校友会 带上一高楼 这些学生去到世界各地 其中包括来到新加坡 当然新加坡在政治界 或者是政府部门有很多 例如许文远 李雄才 蔡崇宇 财经界 比方说 有洛云山 郑九章 房地产界 可能有洛世荣 文教界 可能有陈荣造 博士 等等 都很多 很多 多出贡献 在每一个领域 不同的领域 多出贡献 这个校友会 就会延续下去 这是我们所乐于接到 我们一定要做到 跟这时代的改变 我们觉得应该有 多一点年轻的领导来接棒 所以他们会更加知道 新的校友 可能跟30年 就50年 要求的东西不一样 爱不中心 校友们秉持着这份现身精神 为学校打造人才鼎盛 百年基业的学府传奇 1917年创校的钟灵 在2017年跨入百年 我非常幸运 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纳入中灵的校门 也经过了中灵的校门 引导我一路走向世界 百年学府 在育人的信念下 不断自我更新 槟城和新加坡提供的 栽培和机遇 正好相辅相成 槟城给了我栽培跟养分 也很感谢新加坡 给了我天空跟石 我虽然不是一棵大树 但是我也希望 愿意做这个桥梁 在两方面都尽一点力 从新加坡跟槟城 现在在我心目中 是根本没有建立的 两个地方在我心目中 已经融为一体 下载ToggleApp 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 就像是因为 我门上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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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门上转的